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music正在看 我是老郑 众所周知 香港有四大天王 张学友 刘德华 郭富城 黎明 称霸了90年代 而台湾的四大天王 齐琴 周华健 王杰 同安阁 他们的歌也是风靡一词 但很少有人知道 我们内地也有四大天王 刘欢 孙楠 谢小冬 毛宁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内地乐台里的四大天王 更不知道啊 我们要带着家园飞向水边 要是说起刘欢 你可能想到的是这样 大河像中流啊 天上的星星传北斗啊 或者这样 又或者这样 光听这几首歌 就明白为什么刘欢是内地四大天王之一了 他的歌曲啊 在中国有广泛的受众群 和极强的影响力 全中国应该没有人不会唱两句刘欢的歌 作为华语流行乐坛的大哥大 刘欢是当之无愧的内地四大天王 节奏 拐 制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说起孙楠 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他在歌手上的褪赛事件 但在此之前 孙楠确实有实力成为内地四大天王 他的《你快回来不见不散》 拯救的歌曲《红遍大街小巷》 和韩红合唱的《美丽的神话》 至今都是情歌对唱的神级歌曲 说起谢小冬可能很多人都比较陌生 但在90年代他也是宏极一时的当红歌手 他的经典作品《今儿个真高兴》和《健康歌》 你肯定都听过 14次登场春晚舞台 成为春晚最强钉子户 多次夺得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金曲奖还被授予百名中国艺术家的称号 堪称内地歌台的长青树王 三圈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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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牛 鲜骨牛油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钩 抖抖手啊 抖抖脚啊 请坐舍步行 雪也也蹦蹦跳跳 我也不回啦 雪落 cinco年都是千年的风床 情歌王子毛宁当年用一首《涛生依旧》红遍了全国 和田歌皇后杨玉莹的组合更是被大家称作金童玉女 这俩人也能算得上是内娱早期的人造CP了 但很可惜的是毛宁之后被爆出很多丑闻 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野里 如今玉女还在乘风破浪 金童却早就消失不见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老人视频的记得点赞 观众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